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 筹办工作进入到最后的关键阶段 胡锦涛对此十分关心 青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伴城市 承担着奥番载筹办工作 20号上午 胡锦涛一到青岛 就冒雨前往奥番赛场 虎台处置中心应急指挥部 考察了解虎台治理情况 在应急指挥部里 胡锦涛仔细查看虎台清理示意图 和打捞上来的虎台样品 详细了解虎台的爆发原因 分布情况 治理措施 和目前赛场海域水质情况 6月中旬以来 大量的虎台飘逸到青岛附近海域 一度对翻船运动员的海上训练 造成影响 虎台灾害发生以后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抓紧清理虎台 经过广大军民的顽强奋战 清理虎台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随后胡锦涛又来到 福山湾畔的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参观了奥帆赛筹备工作展览 详细了解场馆建设和组织运行 城市保障 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他还登上主防波堤 实地查看赛场海域情况 接着胡锦涛考察了 奥帆赛运行指挥系统 胡锦涛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 山东对青岛奥帆赛的工作 高度重视 把做好奥帆赛的筹办工作 作为一件大事来做 不仅建设了高标准的比赛场馆 而才努力营造 良好的城市环境 特别是发生了辅台灾害以后 你们及时地采取了应对的措施 青岛市的广大干部群众 紧急行动 驻弩部队发挥了胜利军的作用 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 同志们科学决策 果断处置 综合治理 顽强奋战 取得了清理处置 辅台的决定性的胜利 为青岛奥帆赛的顺利举办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里 我仅向为青岛奥帆赛的筹办工作 做出了贡献的同志们 表示亲戚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胡锦涛说 现在据北京奥运会开幕 只有19天了 希望大家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 扎扎实实 深入细致地做好各项筹办工作 确保奥帆赛圆满成功 让国际社会满意 运动员满意 人民群众满意 为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 做出积极贡献 海风袭袭翻影点点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帆船队 正在青岛进行赛前训练 胡锦涛来到奥帆赛训练基地 看望在这里训练的中外运动员 中国帆船队的运动员 见到总书记高兴地迎上前去 胡锦涛同他们一一握手 询问中国帆船队的训练情况 胡锦涛鼓励大家 要有信心 有斗志 在奥运会上赛出水平 赛出风格 看到一些外国运动员教练员 正在帆船边做准备 胡锦涛走上前去 仔细了解他们的训练和生活情况 胡锦涛对外国运动员们说 我们热情地欢迎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来参加北京华用 将尽最大的努力 为你们的比赛和生活 提供周到的福 也祝愿你们在比赛当中 取得好成绩 我希望你们有良好的结果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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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见到你 在这对于训练和生活的环境还满意吗 是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每一天 我们的训练都是一个挑战 他说是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每一天我们的训练都是一个挑战 都愿你们在青岛的比赛当中 取得好的成绩 希望中国能够在奥运会抽筷当中 取得巨大的成功 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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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但也遇到了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趋缓 国内物价上涨压力较大等情况 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大 胡锦涛总书记对此十分的关注 当天下午 他来到海尔集团青岛金王集团 考察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在考察这两家企业的过程中 胡锦涛特别强调 要化压力为动力 变挑战为机遇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加强企业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生产成本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古老的东方 美丽的北京 中华民族 张开热情的臂膀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奥林匹克 凝聚你 我的力量 聚焦北京奥运 汇翠全球看点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中国新闻 新闻六十分 推出特别报道 奥运北京 敬请关注 北京奥运圣火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传递 青岛是奥运圣火山东境内传递的第一站 下午 北京奥运圣火将在林仪进行传递 上午八点 圣火起跑仪式 在青岛奥林匹克翻船中心 丈量大厅码头举行 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翻船银牌获得者 中国第一个翻版世界冠军 张晓东 高曲香云火炬 开始北京奥运圣火在山东境内的第一棒传递 起跑仪式现场 有为60多个奥运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旗帜组成的旗阵迎风招展 人们挥舞着彩旗或者标语欢呼呐喊 奥运圣火青岛站的船地从奥运匹克翻船中心出发 到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沙滩结束 采取陆上与海上船地相结合的方式 船地全程14.5公里 共有259名火炬手参与船地 青岛火炬船地活动大约三个半小时 第四棒到第七棒四名火炬手通过青岛号大帆船 在奥帆中心水域进行了传递 是青岛火炬船地的一大特色 青岛一山傍海风景秀丽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位于青岛东部新区福山湾畔的奥帆中心 于2008年4月底全部完工 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 翻船比赛将在这里举行 北京奥运圣火在山东省境内的传递 从21号持续到23号 青岛是奥运火炬山东境内传递的第一站 下午奥运圣火将在临仪进行传递 今天是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现行 和错时上下班错时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公路地铁的交通秩序基本顺畅 奥运协办城市上海青岛水阳等城市的交通工作 也进入了奥运倒计时 上午7点到8点半是北京的上班高峰 在地铁一号线的换乘站四汇东站 记者看到人流量较以往虽然有所增大 但是民众还是有序的排队进站 为了快速的疏导客流 地铁公司不仅加派人员进行疏导 还缩短了发车间隔 一号线的平均发车时间在一分半左右 相关的负责人表示 目前北京地铁的日均客运量 已经增至500万人次 随着轨道交通指挥中心的启用 工作人员还将随时对运营车次进行调整 保证乘客快速出行 公路方面 早高峰期间 长安街及沿线除四汇东桥附近 出现了短时拥堵现象 其他道路基本顺畅 在平日最拥挤的西二环 虽然车流量较大 但是大多数车都能遵守交通秩序 将奥运专用道控出来 不少双号车的车主 今天都选成公交车出行 公交集团为了确保运力 采取了新增车辆 加密车次 延长运营时间等多种方式 多条平日不开空调的公交车 也在早高峰时打开了空调 给乘客提供一个较为凉爽的环境 奥运协办城市上海 青岛 沈阳等城市的交通工作 也已经准备就绪 在上海 铁路部门公布并开始执行 服务奥运十大措施 开设奥运售票专窗 近战绿色通道和专用候车区等 持有北京奥运会门票或者相关证件的旅客 可以在上海 杭州 南京的火车站 享受一条龙服务 上海洪桥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 在机场候机楼对旅客接送人员和工作人员 实行了三到五分钟的安检措施 享有非洲瑞士美誉的高原之国索莱托王国 日前为本国奥运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 出征仪式由莱索托奥委会和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联合举行 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邱伯华 莱外交大臣柴夸 体育大臣莱波诺 以及莱索托各界人士300多人出席 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莱索托奥运代表团 由包括五名运动员在内的二十三人组成 其中四名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 另外一名选手参加拳击比赛 奥运选手在宣誓时表示 他们将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参赛 为莱索托人民赢得荣誉 这阵队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比赛 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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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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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征仪式上莱索托的艺术家们表演了精彩的传统民族歌舞 为晚会助兴 所有来宾共同祝愿莱索托奥运健儿们好运 北京好运 百年梦想成真 圣火来到中国 5月2日至8月8日 奥运圣火展开在中国的和谐之旅 点燃城市激情 传递奥运梦想 中文国际频道全程跟踪圣火传递 轻心打造特别节目 跟着圣火看中国 敬请关注 球赛昨晚落幕 姚明在昨晚的比赛中首发 姚一组合带领中国男篮以72比50 轻松地战胜了俄罗斯青年队 摘得本届四倍赛的银牌 本场比赛复出之后的姚明第一次首发登场 面对此前两战接负的俄罗斯青年军 姚明展现了内线的统治权 首截他就有两次中扣并且得到6分 但是6分也是姚明整场的全部得分 因为中国队的另外两名内线支柱 也开始轮番冲击俄罗斯队 易建连的这次补扣点燃了全场的激情 但是此后中国队失误增加 被对手打了一个9比0的小高潮 好在此时王志志挺身而出 展现了移动长城的威力 他在第二截单截砍下13分 帮助中国队上半场结束时 保持着12分的领先 下半场中国队的替补球员找到了表现的机会 张庆鹏在刘伟缺席的情况下 很好地承担了进攻组织的任务 而随着张凯的出场 中国队的所有队员都在本次卑赛中出场亮相 最终中国队以72比50轻松击败俄罗斯队 以两胜一复的战绩获得亚军 中国女蓝迎挨了热身赛的五连胜 在昨天与加拿大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以100比55战胜的对手 随飞飞得到了全队最高分16分 本场比赛苗里杰并没有出场 随飞飞成为中国队的核心 她全场得到16分排在全队第一 年轻的加拿大女蓝则因为过多的失误 错失了很多得分机会 这样中国队在上半场取得了27分的领先优势 下半场中国队主帅马赫派上了多名替补球员 所有上场的13名中国球员都有得分 中国队全场投中了11个三分球 并有5人得分上高 最终中国队以100比55大胜加拿大女蓝 历时10天的第7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 美国岩石车队的汉密尔顿 最终获得了总成绩的冠军 车手们昨天完成的是本届环湖赛最后一个赛段 西宁绕圈赛 赛段全长110公里 共绕行西宁18圈 备受关注的中国香港车手黄金堡 始终稳稳地骑行在大集团中 中国香港队的战术是让其他队员领旗 掩护黄金堡冲刺 但是最后阶段 考虑到赛段宽度有限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最终中国香港队所有队员和大部队一起冲过终点 赛段冠军归属丹麦队的拉斯姆森 总成绩冠军是来自美国岩石车队的汉密尔顿 而代表亚洲最佳的蓝山 属于伊朗大布里士石化队的核心 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创意方案 经过了第一阶段的评选 有五个创果团队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竞标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修改之后 2006年的1月24号 五家团队带着修改好的方案 开始了第二轮的陈述 今天的系列报道北京奥运揭秘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竞标的幕后故事 第二轮陈述依然由北京奥主委的主席刘奇主持 评委和第一轮相比 又加入了残联文化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几位领导 第一家进行陈述的是张艺谋和杰克摩顿的联合团队 张艺谋依然穿上了他喜欢的红色上衣 我觉得我们这个创意的最大的独特性是它的所有环节的完整性 我们是从场馆命名开始一直到最后火炬熄灭 把它作为一个整个的整体来考虑的 出于保密的原则 方案的具体内容现在还不能透露 我们只能告诉大家 他们所提出的方案 对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精心的设计 对你们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我们表示感谢 这个我们这个在这次今天这个工作完了以后 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说法 谢谢你们 谢谢 在评委打分的内容当中 有一项是导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张艺谋在这方面无疑占了相当大的优势 尽管如此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 他依然表现的相当低调 每家团队都有很多非常好的设想 所以我自己很简单 我自己就是抱着参与为国出力的心情来的 所以我觉得上不上都不重要 相信领导会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结束陈述的张艺谋在门口 遇见了下一个进行陈述的李安 李安是哥华集团团队的创意总监 他在称赞张艺谋的芯片千里走单旗 而在一个多月之后 李安更是凭借着断背山一片 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对古典中国的向往 这是中国人乃至于全世界的憧憬 必须在这个节目中获得满足 除了节目精彩要目 充满令人难忘的一些亮点 就是视觉的亮点以外 对于中国丰富的古典文化 温固之心 对现代人类会有莫大的启发 这是我相信的事情 你把中国的节目文化地理历史 还有现代的精神对未来的展望 浓缩在一个钟头 包括仪式四个钟头的表现 是几乎不可能的 你不像亚特兰大 他们一个钟头憋不出来要演什么东西 真的没有什么历史 可是我们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塞进去 这次陈述中 李安所在的哥华团队里 也多了一位神秘的女陈述人 她就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建筑设计师林英 林英的祖父是林长明 姑姑是林徽英 林英本人的建筑作品 也是遍布美国各地 包括著名的乐战纪念碑 她这次在哥华竞标团队当中 负责火炬塔的设计 哥华集团竞标团队的阵容非常强大 除了李安和林英 还有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闭幕式 总制片人米歇尔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灯光设计师迪金森等 而哥华团队的创意也是得到了领导的一致认可 第三家进行陈述的是国家歌舞团 中央电视台和北奥公司的联合团队 他们依然准备了第一次陈述使用的这些道具模型 但是他们的方案已经做了重大的修改 中间为我们的机械装置提供很多保护空间 我们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和提倡地面以下 我们在原有的方案做了重大的修改和突破 几乎是个全新的方案 充分地吸收前段时间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所以这个方案应该是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而且高科技含量非常高 所以我们大家充满信心 接下来即将进行陈述的团队是法国ECA2公司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伊文斯·佩潘 是雅典残傲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 他拥有众多大型表演的操作经验 佩潘曾经表示 要为北京拿出全新的创意和技术 绝对会超过以往的任何作品 在整个陈述当中 评委们也确实被一些新颖的技术手段所吸引 当天最后一个进行陈述的是解放军创作策划核心组 当时的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 著名导演张继刚 是解放军团队竞标方案的主要创作者 同时他也是方案的主陈述人 解放军团队的方案和第一次陈述相比 也增加了一些新的亮点 解放军敢于承诺也有能力兑现承诺 最后结束的一句话就是 军中无戏言 我们的规划就结束了 谢谢吧 第二轮陈述完毕 八名评委分别为五家团队打分 打分内容细化为22项 其中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一项上 歌华集团的分数最高 当代风貌一项则是国家歌舞团 中央电视台和北澳公司的联合团队得分最高 在世界文化的表现上得分最高的是张艺谋团队 而解放军团队在技术实施上分数最高 各家团队各有所长 最后把22项分数相加 分数最高的是张艺谋团队 请刘琪同志向张艺谋先生 颁发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 总导演聘书 向张继刚先生颁发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聘书 陈维亚先生颁发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聘书 今天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大日子 受评担任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 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一辈子至高无上的一个荣誉 我接受任务来做这个工作 我知道我肩上的担子 我也知道我背负着所有人的期盼 但是我要放下这个包袱 你记住五千年的文化 你怎么可能在五十分钟内完成 不可 神仙都不可以 那么如果这样子好 我相信全国观众能理解这一点 那这就是我的依据 就是大家如果能理解这一点 我其实常常就是要选择艺术性的 开闭幕式工作团队的主要成员 均来自各个竞标团队 没有进入第二轮陈述的焰火专家蔡国强 被为以开幕式视觉总设计的重任 后来在2007年和张艺谋有过合作经历的 旅法音乐家陈其刚 也加入到开闭幕式工作团队当中 担任音乐总监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团队 现在有工作人员将近三百人 在八月的北京 他们将共同为奥运会写下精彩的第一笔 再来关注系列报道同一个世界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说 新西兰人若不是在天空飘 就是在水中与激流波动 如果再见不到他们 那可能就是都钻到地下洞穴探险去了 确实如此 新西兰素有极限运动天堂的美誉 挑战极限仿佛已经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中 从近百米高的铁桥中央一跃而下 深夏是绵延的金色江水 两岸是成片金色的帕帕拉树 勇敢者坠落 谈起 自由摇摆 高声尖叫 当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摊坐在地 那一瞬间 不管你是谁 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 活着真好 风靡世界的泵吉起源于新西兰毛利族的成人仪式 当男孩子长大之后 族人会用树藤捆住男孩的身体 让他从悬崖上跳下去 用于考验其意志和心理承受能力 预示着未来所有的困难和危险 都要一个人独立面对 因此 蹦吉也被很多人取称为最快的个人成长体验 在香港和台湾等地 蹦吉被音译为笨猪跳 人们对此的解释是 如果一个人不笨的话 是断然不会冒险进行如此惨烈的活动的吧 如今 蹦吉已经成了新西兰一张闪亮的名片 位于皇后镇附近的卡威老桥 是世界第一个商业蹦吉跳台 你能想象吗 现在 这里成了情侣们爱得告白的最浪漫场所 每年很多新西兰情侣慕名而来 当他们相拥而跳的瞬间 就是像恋人许下海市山盟的最佳时刻 还有情侣们甚至选择 在蹦吉的跳台上举行婚礼仪式 一旦里成 新郎和新娘拥抱着一跃而下 以此来证明对彼此的忠贞不渝 新西兰是南太平洋上的岛国 藍得透明的天 云朵下发亮的冰川 一切纯美而静谧 恍若童话中的天堂 热情的新西兰人自豪地说 来新西兰吧 这里不仅充满安逸和舒适 更是冒险家的乐园 上升滑雪 下水冲浪 高空速降 泥地四驱 你想不到的 没有新西兰人做不到的 在这片拥有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的土地上 新西兰人肆意运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 不断将一个又一个极限运动的奇思妙象 变为现实 给自己一双翅膀 彻底融化在蓝天里 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梦想 在瓦纳卡湖畔举行的一年一度的 新西兰空中极限运动会 就是人类实现自己飞翔梦想的舞台 速度滑翔伞比赛中 拳手身着色彩斑斓的伞衣 如同展翅高飞的熊鹰 享受脱离地心引力的逍遥 我做得很好的竞争 我真的想把我的最好的足处 试试一下 我们要把我的基因做了 有人不解地问 他们难道不知道害怕和危险吗 对此 新西兰人骄傲地回答 既然上帝赋予了我们 如诗如画的大自然 为什么我们不与他相应相惜呢 这就是新西兰人的理念 好 下面我们来观录一下天气情况 观众朋友您好 在中国本周最具影响力 最值得关注的天气就是强降雨 应该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 中国将会自西向东的经历一次 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 其中明天后天也就是周二和周三 是本次强降雨过程当中 降雨范围最大 强降雨最多的两天 那么今天大刀暴雨主要是集中在 像甘肃南部 宁夏南部 四川盆地 陕西南部 湖北西部 还有重庆 云南北部和东部等地 明天西部地区的强降雨会有所减少 但东部地区的强降雨会逐渐增多 然后到周三的时候 像陕西 四川东部等地的雨势 会明显地减弱 但是在有些地方降雨还并未结束 今天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强降雨的区域 就是在东北 像黑龙江 吉林 辽宁 东部 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大雨和暴雨 不过东北这一带地区的强降雨 应该说持续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暂 到明天的时候基本上就结束了 恰恰是因为降雨的范围很大 其中强降雨很多 所以雷雨大风 冰雹等等 强队流天气也是我们防范的一个重点 未来三天降雨的范围大 所以炎热的天气就比较少 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地方会越来越少 在浙江还有广东这一带地区 会有一些比较闷热的天气 北京东云23到32摄氏度 哈尔滨东云转阵雨20到26度 沈阳雷阵云转阵雨19到26度 长春中雨18到23度 天津东云转晴24到33度 成都暴雨转阵雨21到27度 探神农 登武当 醒三国 逛武汉 湖北欢迎您 刘光玉彩的美丽神秘之岛 韩国济州 济州真的是很美吧 永远都是幸福的地方 任何中国人都可以免签证来济州 温州 和年的